五到十年 五到五十年 告别核变 三月十三 自由工厂界 自由工厂界 由多个公民团体组成的全国废核行动平台 19日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计程会 呼吁民众勿望地震核灾 并预告3月13日将举办音乐会市及迎战永和人士提出的公投案 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忠岳表示 核四商转公投案领行人黄世修的理由书内容诸多不实 他强调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与研究团队 2019年就公布核四周围的断层实证 证明台湾不适合核电 呼吁民众8月28日投票日积极投下不同一票 所以台湾不适合核电 台北地区 双北地区 北部地区不适合核四的发展 这是非常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8月28日积极的投票投下不同一票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欣指出 13日福岛传出抢震后没有爆发核灾威胁 是因为10年前311打地震后 灾区核电厂尚未通过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员会订定的新规范 因而没有运转 全国费壳行动平台强调 福岛核灾还是现在进行事 迄今都在排放核灾废水 他们也预告3月13日将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大型活动指引 在自由广场举办福岛十年 告别核电音乐回市集 若有疫情变化 也会适时更动活动方式 央广记者郑湘云林永青采访报道